智慧城市没隐私 Google现于隐私僵局 Google在加拿大多伦多市的智慧型城市计划 Sidewalk Labs引发了隐私疑虑 根据BBC的报道 Google的Sidewalk Labs在2017年承诺 将多伦多一块14,690平大的工厂区域 打造成智慧城市 Google与多伦多冰水区合作 计划将该区改造成一个迷你都市 根据Sidewalk Labs官网指出 为了改善交通安全 该社区将提供包含公车和列车等 新世代大众交通系统 而该社区也将提供具有多重用途的房屋建案 另外为了降低垃圾掩埋和碳排放的问题 智慧城市计划将使用永续设计的建筑 BBC报道另外提到 这座未来赶的社区将使用自动化建筑 来搜集交通 噪音 空气品质等数据 而这些智慧型功能 不仅让人联想到所搜集的数据 到底会被怎么使用 对此Google向BBC表示 城市的感应器将不会用于监控用途 而将因应政府的需求而做调整 另外BBC还提到 维护隐私团体对于智慧型城市 可能监控和搜集数据 以及政府可能外包这些业务 给私人企业感到担忧 对于侵犯隐私这样的情形 加拿大公民自由联盟 已经对多伦多滨海区 多伦多市政府 安大略省 以及加拿大政府提出告诉 老术 位置 吉祥 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